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金石財經 點時成金 大家好 我是周嘉宏 來看今天的重點新聞 美國眾院委員會 通過1.9萬億防疫紓困草案 另一方面 拜登計劃向更多小企業貸款 提供援助 美國新冠死亡人數破50萬 譚德塞呼籲富裕國 誤阻疫苗平均分配 美國財長耶倫批評 比特幣高投機性 評論委員朱仁輝將會分析 美國財長推動經濟 會有多大的成就 美國總統拜登上台之後 致力於推動的 1.9萬億美元的防疫紓困案 在眾議院預算委員會 獲得通過 那麼這個預計 在稍後這個星期之後 將會在眾議院進行全體的表決 這項決議案是在拜登上台之後的 優先工作之一 目的是在刺激美國經濟 落實拜登有關 播出更多款項購買疫苗 以及其他醫療設備的提議 分析認為 分析認為議案中有關最低時薪的一個條款 可能是遭到參議院溫和派議員的反對 民主派人士正在考慮降低條件 以爭取溫和派議員的支持 眾議院預算委員會22號大致沿黨派路線通過總統拜登提出的防疫紓困案 可能將在本周五或周六由全院表決 民主黨人有望凭微弱的優勢通過這項方案 隨後參議院將審議方案 民主黨議員計劃尋預算協調程序以簡單多數票通過方案 根據規定任何符合程序的法案 必須在未來十年對聯邦政府開支收入及債務產生較大影響 而這項法案是否符合啟動程序的標準 將由參議院程序官決定 消息指相關決定最快將在周二頒布 這項總值19000億美元的方案包括 為年薪75000美元以下的民眾 每人提供1400美元的現金補助 延長失業福利保障期 拨款資助新冠疫苗分發與病毒檢測 在2025年前將聯邦最低時薪提高到15美元等 據《政治報》網站報導 由於參議院兩名溫和派民主黨議員曼欽和西內瑪 反對其中有關最低時薪的條款 最終方案可能無法獲得全體民主黨人支持而不獲通過 因此民主黨正在討論後備方案 其中一種方法是把時薪增幅降低到11或12美元 另外也有黨內議員透露 不排除去除這項條款 以換取溫和派議員的支持 而包括參議院預算委員會主席桑德斯在內的激進派民主黨人 則堅持保留這項條款 並打算推出一項小企業稅務紓困計劃 來緩解商家上調雇員工資後所承擔的財政壓力 此外民主黨人也在考慮填補對高收入群體 以及大企業有利的漏洞 或是廢除向富裕的房產業主提供稅務優惠的條款 鳳凰議士陳定南 陳怡秋 華盛頓報導 拜登在努力推動防疫紓困案在國會獲得通過的同時 已經是開始制定範圍比較廣泛的一個經濟復蘇計劃 有分析師預計拜登在競選期間他所提出的建議 可能會總計劃費數萬億的美元 包括基建投資氣候變化促進就業等等 那麼在計劃敲定之前 拜登在星期一已經是宣佈一系列 小企業貸款援助項目的變動 拜登當天在白宮表示 疫情初期大企業擠壓了小企業 可以收到的聯邦救助 最新變動將重點幫助 規模小於20人的小企業得到援助 議員聯盟著結果 政治貸款列ahan報道 制服氣候變化 含度保留學的小企業 而開店 alert isti省抵制僅養 更多費瑣 受不了 就可以 developers ape了 人可以 patch 拔手 國 § 工狀形 有很多階段的階段 會阻止很多商業 可以用這些債務 拜登政府把給僱員 少於10人的小企業的資金份額 增加了近60% 給農村地區小企業的資金份額 增加了近30% 給通過社區發展金融機構 和少數族裔存托機構 分配的資金份額 增加了40%以上 小企業是我們的經濟發展 而是我們的社區的藝術 但是他們被破壞了 從這個疫情開始 小企業已經開閉了400,000 小企業已經開閉了400,000 一千多萬多都在繞維 這最困難的黑人、 拉丁、亞洲、美國的社區 走到街上,你會看到 拜登提出的1.9萬億美元 新冠刺激計劃 沒有包括對薪資保護計劃的 進一步延續 鳳鴻衛視王佑佑 白芳 華盛頓報導 市場預期 隨著更多的經濟復甦措施出台 機構都上調美國今年GDP的預測 美國銀行預計更大規模的刺激計劃 因此將2021年美國GDP增長預測 由原本的6%上調到6.5% 並預計明年的GDP將增長5% 不過美聯儲理事爆慢 星期一表示 美國經濟已經從新冠疫情的影響中 強勁復蘇 但是有色人種社區以及低收入 家庭是繼續受到嚴重打擊 職業女性也不例外 他在達拉斯聯儲會議上指出 有跡象顯示經濟改善並不均衡 一些家庭仍在與失業作鬥爭 並且面臨財務的困難 這使人擔憂 疫苗接種加上美國企業復工 以及憧憬加碼財政刺激 都推增了通脹的預期 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 昨天一度逼近1.40 5年期與30年期 國債收益率差距更是擴大 至2014年來的最大 那麼在這裡請教 朱先生您覺得這個美國經濟 是不是真的已經復蘇了呢 從現在的情況來看 美國經濟是不是已經復蘇很難說 但是它沒有掉下去 而且現在商業信心在恢復 景氣度也在恢復 所以對未來的預期 是向好的方向發展 我們特別關注到像美聯儲 它有官員表示 一個就是正在強勁地復蘇 另外一個就是 還有這個美國的銀行 它把美國這一年 就是2021年的增長率 從6%調到了6.5% 所以這裡面就出現一個連帶的問題 如果說美國經濟本身 它的動能在恢復的話 這個時候再給它1.9萬億美元的刺激 會不會造成美國經濟的過熱 如果是出現了過熱的跡象 下一步怎麼辦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 無論是原油的價格 還是能源 其他方面的這個價格 還是這個原材料價格 都出現了上漲的趨勢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如果說疫苗的繼續接種 還有疫情受控的情況下 到下半年 可能對不同國家 像美國這樣的大型經濟體來說 它的宏觀政策可能會更加複雜 好 我們再來關注的是 被譽為數碼黃金的比特幣 在星期一曾經升穿5.8萬美元的一個新高 到週二它是回落到4.8萬美元的水平 那麼 繼馬斯克警告 比特幣價格有點高之後 美國財長耶倫 我們看到他在星期一出席論壇時是批評 比特幣經常被用於非法的融資 應用效率非常低 屬於是高度投機的資產 呼籲投資者注意比特幣價格 耶倫還表示 美聯儲研究發行美元數字貨幣 這可以帶來更安全以及更低成本的支付方式 但包括消費者保護 洗黑錢等問題仍然需要研究 注意美元指數在今天是偏軟 最高報90.09 最低賤89.93 再按人民幣收盤報是6.4606 上漲69點 再來看的是內地股市在星期二是弱勢盤整 戶指收盤3636點 跌幅0.17% 生成指是震盪走低 收報15243點 跌幅0.61% 創業版指數收報3112點 下挫0.84% 至於港股方面今天是先跌後反彈 在澳門博彩股的帶動之下 恆生指數收盤報30632點 上漲1.03% 主板成交2674億港元 再來看 匯豐是星期二公佈業績 2020年的列賬基準除稅前利潤接近88億美元 按年下跌34% 表現比預期立下 並且是恢復派息0.15美元 匯豐在公佈業績之前宣佈了多項高層的人事變動 包括任命新人選出任財富和個人銀行業務 歐洲美國和美洲業務的行政總裁等等 並計劃將業務重心聚焦亞洲 休息片刻下一節還有其他的財情消息 待會見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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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 謝謝 謝謝 欢迎回来 香港特区政府安排的疫苗 接种计划将从这个月26号开始 为优先组别的人士 接种首批到岗的科兴疫苗 而复兴医药与BioNTech合作 研发的复币钛疫苗 稍后也在月底抵达香港 疫苗接种计划从23号凌晨起 接受预约 截至早上9点已经是有4万2千人预约 18个普通科门诊名额全部爆满 已经接种疫苗的香港特区行政长官 林郑月娥表示自己感觉良好 又指市民反映踊跃 网上开放给市民预约 是今早的零时 到9点钟是9个小时 而且在这9个小时 大部分市民应该是睡觉的 所以在这段这么短的时间 有市民已经在网上 我都形容是急不及待 去预约希望接种 是一个相当踊跃的数字 而比香港提早接种疫苗的澳门 从22号开始开放全民接种 截至22号澳门已经有3700人 接种新冠疫苗 而随着内地最后两个中风险区 调整为低风险区 澳门特区政府也相应调整 入境措施 即日起来自所有来自内地的游客 到澳门都不用隔离 全球目前约有246万人 因为新冠病毒死亡 其中五分之一发生在美国 根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 来统计美国因为新冠病毒 而死亡的人数突破了50万 超过两次世界大战 与越战中的死亡人数总和 白宫举行烛光悼念仪式 总统拜登表示活动除了悼念死者 也安慰民众通过缅怀死者 治疗伤痛 提醒美国人抛开党派分歧 共同应对疫情 我们应为你们在两天留下 我们请各位终于我们 要记得我们可以健康 如果我们可以救护 如果在前面找到農心 如果突然有色彩 让我们愿意 我们看它的灯 这个国家会再笑来 疫情在英國 似乎是有受控的跡象 根據英國快速疫苗 接種計畫的初步數據 接種新冠疫苗可以預防感染 英國公共衛生機構表示 接種一劑輝瑞BioNTech的疫苗 80歲或以上的長者的 預期新冠感染率 是減少了57% 在接種兩劑疫苗之後 感染率是減少了88% 住院率以及死亡率 也是大幅的下降 隨著疫情的緩和 英國首相約翰遜 在星期一公布了解封計畫 英國將從3月開始 是分4個階段 逐步放寬限制措施 我們不能動逐步 和防疫情都可疑 隱藏起 我們的財政 財政 公共和福利 和我們的生活 財政 我們的孩子 這因此是為了 這路維織 這路維織 可以保持 但是也 irreversible 我們是為了解 的一路維織 我希望 我們希望 是一路維織 自由 我們看到困擾英國的是 除了疫情之外 在近年它的生產率增長 也是近乎停滯不前 金融時報的文章指出 其中一個原因是 英國年均固定投資總額 是G7中最低的 此外 當地也是有 創新能力不足的問題 我們在這裡再請教朱先生 您覺得英國的問題 到底出在哪裡 英國現在看來 在脫歐之後 做了一件比較成功的事情 就是它在全世界大國當中 接種疫苗的速度是最快的 比例也是最高的 當然它現在是受疫情影響最大 因為這個英國變種的病毒 傳播得非常快 所以全世界基本上 是對英國採取了一個 封鎖英國的做法 英國自己也在 一個封城的措施當中 由於疫苗接種的 相對比較成功 加上封城的措施 所以現在的病情在英國 得到了比較大的緩解 但是我們說 除了這個好處之外 大家也在看英國脫歐之後 下一步怎麼辦 英國原來公投啟動脫歐 其實是對此前30年全球化進程的一個巨大的修正 所以今天這篇文章談到了英國的勞動生產率在過去的幾十年當中 其實它在歐盟國家才有大的經濟體 是歐盟大的經濟體當中 它是僅僅高於意大利 其實說明它的投資是不足的 當然這裡邊也有很大的地區分歧 如果我們只去倫敦的看的話 倫敦投資還是不錯的 它這個城市無論是作為一個現代化的都會 還是它的產業不斷地升級 變成全世界的金融中心 但是除了倫敦以外 那麼英國的其他地方就出現比較大的問題 所以未來一步 英國從外交關係上 它在全球的定位 從全球的經濟活動重組的情況看 它在全球怎麼定位 還有特別是它和歐盟是一個什麼關係 和美國是一個什麼關係 和中國是一個什麼關係 我想隨著疫情的逐漸過去 這些問題都會擺在約翰遜政府的面前 好 那我們再來關注 這個全球新冠疫苗供應緊張的一個情況 世衛組織是在22號呼籲富裕國家 在採購疫苗的同時 不要妨礙新冠肺炎疫苗實施計劃 向貧窮國家提供疫苗的一個工作 那麼世衛總幹事譚德塞 在記者會上面表示 即使有足夠的資金 但是也需要高收入國家的配合 並且不破壞疫苗計劃的一個交易 才有可能向貧困國家提供新冠疫苗 柱先生在這裡請教您 您覺得這個疫苗分配不公的情況 有可能改變嗎 現在看來在我們說 發達國家接種完以前 是很難得到改變的 因為這裡面就是在現存的國際支出當中 一個血淋淋的現實 就是有錢的它先可以獲得 而且他們基本上是團結在一塊 從前一段時間我們看到 像歐盟和英國出現了爭吵 究竟誰應該先獲得疫苗 但是那些政廠是技術性的 很容易他們彼此之間就獲得了一個妥協 我們現在看到 隨著原有的疫苗發揮作用 而且它在擴大產能 像輝瑞的疫苗可以到20億劑 那麼它在3月中旬以後 可以大幅度地提升它的產能和交貨的速度 還有其他的幾個疫苗也在陸續地投入使用 像美國強盛的疫苗還有其他幾個疫苗 應該說可能到6月中旬的時候 大概發達國家基本上就可以接種到一個 比較滿意的狀態 所以在這個階段以前 我們看到世衛組織是非常擔心 其他的國家發展中國家 會不會出現比較大的人道的這種危機 特別是在這種狀況下邊 一些發展中國家像南非那樣出現 更致命的或者是傳播性更強的變種的病毒 所以他們是一再呼籲 這個時候有疫苗的國家 儘快分配出一些疫苗來 給那些更需要的發展中國家的醫護人員 還不是說它的高危群體 主要是醫護人員來使用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看 世衛組織也好 發展中國家也好 像中國這樣的大國家都得一二再 再二三地不停地呼籲發展國家 要屆時採取行動 不能夠光說不練 好 那我們來到我們專題點評的時間 我們聽到剛剛這個 耶倫也在節目中 我們聽到他說他在研究官方的 一個數字貨幣 請教一下朱仙 您覺得這個 耶倫是不是槓上了這個比特幣了呢 作為美國的財長 其實他的權力非常大 我們前一段時間看到比特幣漲得非常快 它有各種因素漲上來 像現在的超級的量化寬鬆 很多錢 那麼一旦發現某一種資產 它上漲之後 大家就會追 像比特幣 就是越漲越猛 越漲越猛 漲到了五萬多一個比特幣 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們也看到 美國的財長 他作為一個全世界最大權力的人 他確實可以在某種意義上 去限制某樣東西 去給像比特幣這樣的 無厘頭的上漲 澆一盆冷水下來 就出現了昨天的一個大跌 但是這個大跌 也接觸出一些深刻的問題 就是在耶倫 他作為原來的聯儲局主席 又作為現在的財長 他是對兩套機構非常熟悉 他現在做的決策 能在多大程度上 對美國經濟帶來成功 同時就在多大程度上 可能會改寫 未來20年全球的經濟政策 和經濟環境 過去幾天 我看到金融時報有一篇文章 我自己認為這篇文章 可能是這半年來 寫的最好的一篇 對於未來經濟政策 宏觀政策的分析 他這裡面談到一個核心要點 就是說耶倫 在參議院聽證會上 就是確認他財長提名的時候 他說了 我們要採取大的行動 他就把耶倫的這句話 定性為叫耶倫時刻 當然耶倫時刻 從短期上看 它是有作用的 因為無論是耶倫 還是他後面的總統拜登 都強調採取大行動 為什麼 因為採取大行動 獲得的好處 還有它的可能帶來的風險 要遠遠 好處要遠遠大於不行動 可能帶來的風險 要小於不行動 所以如果說我們結合今天看到的 各個機構對於美國經濟的預測 美國經濟它的增長率 要比原來預測還要高 它內在的韌性還存在的話 這個時候你採取大行動 它會不會出現所謂的火上交友 而不是適度地修復經濟 把它拉到潛在的增長率 這個是第一個問題 然後第二個問題 就是從長期的情況來看 我們都知道全世界 現在都是在一個超級的量化 寬鬆的過程當中 那麼從08年金融海嘯 到現在 大家似乎忘記了一個東西 就是通貨膨脹 那麼此前已經積累了 大量的貨幣在流動 所以我們看到比特幣這樣的資產 它快速上漲 就是超級的這個貨幣寬鬆 所帶來的一個後果 那麼如果說這個時候 再投入巨額的財政赤字 1.9萬億的這種預算下去 對於中長期 會出現一個什麼樣的後果 這就是那篇文章談到的 耶倫時刻 它在中長期 會有什麼樣不好的後果 所以在咱們的節目當中 咱們也談過好幾次 就是本來作為民主黨的同僚 奧巴馬時候的財政部長薩默斯 他不應該去批評 現在拜登所採取的1.9萬億 但是那薩默斯就非常直接的 第一時間就說1.9萬億美元 是不是太大了 因為它可能在短期 帶來了經濟的刺激 但是在中長期 它可能破壞了 大家在過去十多年 所習慣的 宏觀經濟一些指標的相互的匹配問題 因為這個時候你已經不擔心通脹了 如果說通脹在未來某個時間 以某種看不到的形式突然出現 大家就會覺得一點都不足以為奇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時候你在整個循環體當中 已經蘊藏了大量的風險在裡面 所以從這個上看呢 我認為這篇文章它談到了 耶倫時刻可能短期帶來好處 但是長期會帶來很大的宏觀政策的不確定性 這就是我們提出來 耶倫他作為財長 他可能在他的任內前期可能會很成功 但是如果說他把以前他作為聯儲局主席和財長的這個知識 和財長的這個權利 如果說他不更多的從長期角度去考慮 作為聯儲局主席對於未來通脹的控制 也進入決策的過程當中 可能會有很長期的這個經濟的後果 好的 那我們就用長期的目光來拭目以待 耶倫他會有多大的成就 感謝周先生 也感謝各位觀眾您的收看 我們再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